什么是冷汗机 大家好,我是佛山冷汗机谈什么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冷汗机 冷汗机采用电容储能的原理 以瞬间通过高频脉冲电弧的形式 释放电流于屋极和弓箭之间 完成一个焊点的溶接只需要几十毫秒 热输入量集中 完成放弧收弧的时间快 不对弓箭造成持续加热 从来达到冷汗的效果 所以焊后变形小 焊接不发黑 对母材的伤害小 总的来说 冷汗机主要通过顺时能量 对材料进行了一个溶接 关注我带您了解更多冷汗机知识